以前听专家说吃胃精不健康 要吃鸡精 现在又有很多的专家说吃鸡精也不健康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香菇 紫菜还有虾皮 这三样东西做一个自制胃精 它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我们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这个是我们在外面买的鸡精 家人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添加剂的数量可是一点都不少 满满的都是科技也很活 我们在家做的自制胃精呢 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每次炒菜煮汤的时候 只需要来上一小勺 它的鲜味啊瞬间就提上来了 它不仅好吃还非常的有营养 首先我们往干香菇里面放一勺面粉 因为面粉啊有很强的吸附性 它可以有效的清洗掉香菇上面的脏东西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香菇切成细湿 尽量切的细一些 锅里不用放油 放入我们的香菇湿 这个时候我们用小火慢慢的炒 香菇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我们多吃香菇啊对我们身体好处多多 炒到这样子轻轻一掰就断的程度就可以盛出来了 接着再倒入100克的蛋干生菜虾皮 虾皮含有非常丰富的钙和蛋白质 能够给人体提供多种的营养 经常给孩子吃啊也是好处非常的多 用小火炒两分钟后加入10克的紫菜 我每天都在分享一些食用的美食小技巧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能否点一个免费的小用心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炒到虾皮和紫菜轻轻一捏就碎的状态就可以关火了 先把炒好的香菇打成粉 接着呢再把虾皮和紫菜一起倒进去也打成粉 纯天然的自制味精就完成了 我们自己做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煮面条的时候放上一小勺再加点葱花 再放点生抽和香油 其他的什么油盐酱醋都不需要放了 汤鲜味美非常的营养 家里面要是有老人小孩的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小林点个赞留个关注 小红书